日儿,这件事对于宝宝来说一处多多,从小就开始,长大一定不得了,睡前故事,顾名思义,就是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听的故事。 一般来说,孩子在八岁之前,都是需要父母在睡觉前讲睡前故事的,尤其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儿童来说,更需要听睡前故事。 因为父母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时候,孩子们更能感受到父母的陪伴。 下面有三篇不错的小故事推荐,父母可以在孩子睡觉前讲给他们听过。 故事一,熟睡的猫头鹰,出生的太阳照在大环树上,小黄鹰们在树上欢乐地唱歌。 黄鹰妈妈听见了,立即出来摇头说,孩子们,不能唱,不能唱。 黄鹰妈妈抬起头,用嘴指了指上面,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。 小黄鹰笑着说,妈妈,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,一大早,我看见它从窝里飞出去的。 它飞,走时,还跟我打招呼呢,黄鹰妈妈问,喜鹊大伯怎么说的? 故事二,小狗找朋友。 从前,有一只小狗,名叫汪汪,它很不爱干净,身上的毛都变成了一块黑的,一块白的,它没有一个朋友。 整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,狗妈妈让它去洗澡,它根本就不听。 小狗的妈妈也没有办法。 有一天,小狗汪汪玩地没劲,想找几个小朋友一起玩。 于是,小狗汪汪开始找朋友。 小狗汪汪走啊走,看见远处有个身影,就飞快地跑过去,原来是小猫咪咪。 小狗汪汪连忙说,小猫咪咪,我们一起玩吧。 小猫看了看,说,我不和你玩,你看你身上那脏,你还是洗澡后再来找我玩吧。 小狗摇摇头说,我才不洗澡呢,你不和我玩,不找别人玩。 说完,摇着尾巴走了。 小狗汪汪继续向前走,走着走着,它看见一群小鸡。 它想这么多的朋友,一起玩,肯定开心。 于是小狗汪汪就说,我们一起玩吧。 可是,小鸡们却说,我们不和你玩,因为你太脏了,而且还有臭味。 必须洗澡后再来找我们吧。 小狗只好摇摇头,失望的走了。 小狗汪汪继续向前走,走着走着,它看见一只小白兔,只见它白白的毛,红红的眼睛,好看极了。 小狗跑过去,还可以闻到一股香味呢。 小狗说,小白兔,咱们一起玩吧,实在是你太不讲卫生了。 你回家好好洗个澡,再来玩吧。 小狗伤心的笑,连你也不和我玩,小狗十分伤心,抛到大树下哭了起来。 它的哭声惊动了小蛇,小蛇出来问小狗,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? 小狗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小蛇听。 小蛇听了说,既然大家叫你去洗澡,你就去洗个澡吧。 于是,小蛇把小狗带到一个湖边,小狗汪汪一下子跑到湖里,浑身上下仔细洗了起来。 不一会儿,小狗就洗得干干净净了,连它自己都觉得很舒服。 在回家的路上,好多的小朋友都让小狗和它们一起玩,小狗汪汪爽快地答应了。 从此,小狗汪汪变得爱干净了,成为一只人见人爱的小白狗。 看来,只有爱干净,才能受人喜爱,小狗最后得出了结论。 故事三,葡萄甲下葡萄香,大尾巴狗是有工作的,它唯一不能家看,门。 大尾巴狗尽职尽责,不管是小主人,还是老主人,都很喜欢它。 小尾巴狗没有工作,看到大尾巴狗得到人的尊重和爱顾。 小尾巴狗很羡慕,因为小尾巴狗没有什么特长,它不会拉车,不会跟前,也不会磨面,它只会磨牙,它不是像牙医一样为别人磨牙。 它的牙齿容易长长,很难受,它就啃点东西使自己的牙变短。 大尾巴狗说,这算不上是特长,特长是某一种技能或技巧,磨牙只能说是你的生活习惯。 小尾巴狗家里很乱,已经很久没有收拾了,怎么能接待好朋友呢? 马上动一手整理起来,小尾巴狗打扫了屋子,洗了床单,擦亮了桌椅,残具,干完这些,家里马上焕然一新了。 晚上,大尾巴狗来了,看到小尾巴鼠整皮的家,它大大的夸奖了一般小尾巴鼠,收拾得真干净。 小尾巴鼠,你真了不起,有一个整洁,温馨的家,感觉真好。 小尾巴鼠很开心,小尾巴鼠家的后面是一块荒地,所以它有了一个计划,让大尾巴狗更加喜欢我的家。 说干就干,小尾巴鼠清楚打草,并整土地,松土,它每天都很忙,土地又松又软,小尾巴鼠种下了葡萄鸟,每天都给葡萄鸟浇水,吃肥,然后又给葡萄鸟搭架。 葡萄鸟很快就看价了,结了一串串葡萄,真可爱,葡萄丰收了,小尾巴鼠又请来了大尾巴狗,两人一起品尝葡萄,好不快活。 葡萄吃不完,怎么办呢? 不用担心,小尾巴鼠又有了新的计划,用葡萄酿葡萄酒,葡萄酒又香又甜,小尾巴鼠的日子也过得和葡萄酒一样相甜。 小尾巴鼠再也不用累找工作发愁了,他已经找到了适合他的工作了,优秀的睡前故事,能让孩子在其中感受到世间的美好。 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,坚信自己的父母,可以一直陪在自己的身边,会一直保护自己。 且在睡前给孩子讲故事,也可以让孩子一边接受新的知识,一边慢慢的更好地进入梦乡。 没有人天生会做父母,日儿也是一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课程。 这里有更丰富的育儿博点,更正面的科普知识,更走心的育儿睡前故事。 我是百万妈妈的选择,目前从事育儿行业五年,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